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這個部分 主要是跟老師們稍微 跟同學分享一下現在這個 教學錄影還有你的教材 錄製的部分 首先的話其實 我們在這裡 您加入這個one note之後 我現在的課程主要都在這個上面 您可以看到在我的群組裡面 就這麼多 這麼多 現在學校課程 就是我都會把它帶到這邊來 也就是說其實學校我們也有數位學習平台 可是呢數位學習平台 我也有在用因為我教材是來自那邊 可是呢我利用這個方式 老師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早上上課的 就是 我每一堂課都會像這樣有做錄影 有做錄影 然後呢在任務裡面 哪一堂課 上什麼內容 這邊就都會很清楚 那麼如果是今天上的 我就把它放在最上面 就把它放在同學一來 他就知道要上什麼 那甚至呢我在就是 同學要來上課之前 也就是說前幾天 可能在前幾天我就會像這樣子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哪一週的課程進度 是上什麼內容 請他們先上去看 那以前我都是只有寫文字而已 後來發現還是放個圖 放個我們要做的東西 比較吸引他 甚至呢跟他講 請你去看以前的我 因為反正這個 可能以前有錄過的 你就可以他就可以先做預習嘛 就可以先看一下 不見得老師一定要講 當然會預習的當然還是相對比較少數 可是至少有認真的同學 他總是可以看 那麼如果說呢他沒有來的 至少我上課有錄影 技術性翹刻的 對不對 至少他也知道要去哪裡補課嘛 這樣了解齁 那教材呢也都在上面 所以是相對就比較方便一點 好那 我們現在這個錄影的部分呢 您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齁 稍微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是我們一般好像在 就是在電腦教室也好 或一般教室演講廳 最常見的情形對不對 就是一台攝影機就這樣錄影嘛 可是 您會發現說 用這種方式 一樣確實有錄下來 可是它的缺點是什麼 就是 當我們在 現場也許看得清楚 可是在螢幕上的那些畫面跟內容 是相對就比較不清楚 好所以 如果說 可能這個距離比較遠 或者是一般來講 可能我們攝影機就是固定在那邊 沒有同學啦 協助幫忙 蹲蹲蹲蹲到的話 其實 上面的字這樣 你看 老實講的不錯 我想要了解一下那個內容 字 不好意思 看不見 那就 很抱歉啦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樣就稍微比較麻煩 那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 其實像我們一般 像我們一般 這裡 我前兩天剛剛有看到 以前 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 研習 如果你是這種屬於專屬的演講教室的話 它就有雙子 那個錄影 有沒有 一個是錄我們電腦上的畫面 一個錄我們這個 就是 現場的畫面 可是那種教室也不見 每次都能夠借得到 它最大好處是 還會把你自動分段 像我們右手邊站 有沒有 自動分段 可是它的段落上來講 其實你也搞不清楚 因為它是自動分段 比如它自動十分鐘斷一個 自動十分鐘斷一個 請問 如果說這個課程你沒有上 那你要看老師哪一段 講到哪裡 你覺得好不好找 其實也很難找 對不對 雖然說有錄影 總比沒有錄好 但是我們更希望 有錄了之後 能夠對它有所幫助 有所幫助最好 不然這個其實 就這樣看一看就過去了 很多都是 跳過人過 跳過人過 管他的 這個 跳過 可能有時候你要找到 自己的就不容易 所以我們會比較建議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您可以類似像這樣 以我的 做法來 跟各位做個分享 就是 在這邊 比如說您看一下 我如果到YouTube這邊來 我的都是 會照像這樣子 就是 01 02 03 這樣順序很清楚 對不對 再來就是什麼 我的 講的主題 有沒有 講的主題 我都把它放進去 當然有的主題比較長 會像這樣子 可能就會 1 2 1 2 3 那麼一般的 如果是一般性的 您可以到 我的這個 YouTube頻道上看一下 在這邊 右手邊 您看一下 有一個我的連結 有沒有 您可以連到我的 那個 部落格 也可以連到我的 YouTube頻道上 點 點過來 比如說你點過來 這裡 那您進到我們的 這個YouTube頻道上 好 比如說像 四月份剛好去中正 在隔壁鄰居而已 好 那我可能就講了一個 這個的話 這個主題 我就會像這樣子 好 01 02 03 有沒有 這樣就都看得很清楚 你今天哪一段 不太了解的時候 你就點那一段 進去看 這樣子就比較好找 對不對 所以有參加過的人 他更有印象說 我就記得是哪一段 我可能有問題 或者我想要複習一下 你就點進去就好啦 就是這樣子 這樣是不是方便很多 那麼我們一個原則 像最近 呃 林東也好 或者是很多學校 是不是都在主推MOC 課程 我們講中文 班農摩克斯嘛 那對岸稱作 木課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 現在這樣的課程 也許老師也需要做 錄製 錄製 像我下學期的課程 我就有一個課程 就是 遠距的課程 遠距的課程 那你可以選擇 同步跟非同步 那我就選擇 那個一半的 就一半 一半是屬於在 空中見面 一半呢 在實體教室見面 所以慢慢的可能 就是我們學習的方式 會做一些改變 那如果說 老師這邊 可以做好準備 或者同學 可能要協助老師 幫忙老師錄製的 那麼 你都可以利用 我們今天的這個 免費軟體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這樣子 整理一下 然後呢 偷偷告訴各位 這個呢 YouTuber 我也會賺到錢 因為 我有申請那個 ADSense廣告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要幫我點廣告 我也很樂意 已經領過一個 一百塊的美金 現在還在努力中 第二個一百塊這樣子 好 轉身第一桶一百塊 比較難 累積比較久 可是慢慢的資料 比較多了 其實那就快了 我會比較善用這些 所謂的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 所以我通常就不是 讓你連接來 進來看首頁 我通常會 就是讓你直接看播放清單 那這樣你要看哪一個 主題就可以很清楚 就可以很清楚 好 OK 這個是我們在 這個第一個 給各位看一下 比較傳統方式 我們在做 就是所謂的錄影的話 真的是 不是那麼方便 也不是說不方便 就是 你要找的時候 比較難 比較難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常見的這個 錄影的類型 比較常見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叫做 全動式的 也就是全都錄了 反正我們DV在現場 對不對 那你發生什麼事情 就全部都錄下來 當然這樣的方式 好處是全部都錄下來 可是缺點也是 因為全部都錄下來 檔案會不會很大 會很大 所以如果老師 您用這種方式錄製的 通常老師上課 是蠻有意願的 但是你叫老師回去再剪接 那考慮考慮 因為 以DV的方式來就是 請問 這樣 我們不要說 三個小時 我們說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下來 檔案有多大 沒有四五G 也有大概 一兩G應該跑不掉吧 那我們電腦 處理這麼大的檔案 是不是相對就 很麻煩 你光Copy就很久了 雖然硬碟空間現在變大了 可是其實你要Copy的時間也很久 更何況剪接跟輸出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老師就照原來的方式上課 錄完就拍拍屁股就再見 其實我現在是這樣子 就是錄完的時候 假設我們這樣錄完一段了 那就 就好了 就已經處理完成了 那一般來講 如果是上兩節課到三節課 我們大概的檔案大小 差不多兩百Mb到三百Mb 兩百Mb到三百Mb 所以不算太多 那麼另外還有一種 叫影像式的 就是這個影像式的 影像式的話 就比較屬於就是 比如說像我們在做簡報 也好電腦上的教學 那麼我可能 比如說我們在做這個簡報 我是不是在這個畫面 就停滿久了 那如果我這個畫面一直錄 其實相對來說 錄影的時間 檔案是會比較大 所以它可以用拍照的 只錄聲音 那這樣檔案就比較小 所以這個是第二種 那第三種方法 就是把這兩個混合起來 也就是你要它自動判斷 跟加上你的手動判斷 人工判斷 比如說它發現你是用拖曳的 這個時候當然就要什麼 用錄影的 可是如果你只是像我們這樣 在做講解的 它就是用拍照的 只是幫你把紀錄你滑鼠的位置就好了 再加上錄上你的聲音 所以這兩種都有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的像這樣互動式的教學 你看像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在現場的 這個是我們在 因為我上課主要是做視訊 特效跟影片剪輯 那所以我們在現場 我們有準備這個欄目 有沒有 欄目 那我們在這樣拍攝的過程 其實當然你可以把這個畫面變大一點 看你要錄多大 由你自己決定 好 那這樣好了之後呢 這樣還不夠對不對 所以呢我來這邊 這裡 你看這個是真正 剛剛有同學就真正用那個錄 沒有我們手機上把它錄下來 有沒有這是真正手機上錄上看下來的畫面 然後呢我們這個好了 我們就進到我們的剪接軟體裡面去 這邊的聲音比較小一點 沒有關係 進來 有沒有我們就進到這邊來 然後就實際操作 所以那個過程還是很重要啊 對同學來講 我多了一個旁邊側 讓他們知道說 拍的時候是要注意什麼 可能我們也在講解中嘛 也在講解中 那他們呢 就透過這樣 有沒有這樣就去背了 對不對 對啊 欸這個是我們如果 比較沒有錢的時候 就是用這種方法嘛 那現在學校 像我們學校 現在有建立一個那個虛擬攝影棚 就是有那個即時的 就是即時攝影 即時去背 好 就是很多學校那個Mox的片頭 都是像這樣拍 知道嗎 他就不用那麼麻煩嘛 就以金錢換取時間嘛 啊如果沒有的 就是以時間換取金錢嘛 就是設備上 我們就用後製的方式來做 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要盡量減少後製的時間 是最好的 這對老師也減少一些困擾嘛 對不對 好 OK 所以您可以發現說 欸像我們這樣的方式去做 那麼另外呢 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我們邀請那個張伯惠教導演 到我們學校來做一個演講的部分 那一樣 現場我也是把它拍下來 這個是我直接用後製的 也就是說我們現場是拍這樣 因為我是用那個webcam 就網路攝影機拍 所以說我不是用DV 我資料量就相對比較少 可是因為畫面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就搭配一些自己設計的東西 好設計的東西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他也會有播放一些影片 播放一些影片之類的 那我就把現場的畫面 跟他播放的影片畫面 我就去找出來 我就做合成 就是放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現場我們在看這一段 我就是找他們看的那一段的影片 因為如果我們像剛剛講的 我是用DV這樣直接錄影的 請問這個畫面會不會像那麼清楚 不可能 對不對 然後這個引用字哪裡 我們還幫他做個連結 好把他連結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類似像這樣 那同學在後面還有一些同學提問的啦 也是一樣 我就把這些畫面 就把它放進來 就是補足我們沒有像DV畫面那麼清楚嘛 可是至少同學問什麼問題 然後他怎麼回答的 我們都把它弄得比較清楚一點 好比較清楚 所以也可以像這樣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這種電腦是教室的操作 然後呢一般教室的有沒有 一般教室的也可以用啊 然後呢另外像這個 這個的話呢 是最近我比較常出現在螢幕上 因為以前我比較少 就是會出現在這上面 那其實我後來發現 有些時候其實我們出現在上面喔 對同學來講 他也有比較有臨場感 因為差別在哪裡 因為我們有就是一些手勢 一些動作 那這個對於就是有聽過現場 或者是有時候你只看那個影片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你那個感覺還是不一樣 還是不一樣 只是一般來講 建議老師如果說您要這樣用的時候 那個這個我們的攝影機喔 就是大概的位置 就是跟我們眼睛差不多高 或是天低一點點就好 不要放太下面 不然會有點 那個仰角這樣看會怪怪的 或者太高看下來也不是很好 就是稍微比較平面一點 就是好像我跟你面對那邊講話那樣子 那你不一定一定要是直視攝影機啦 也許你可以測個角度啊 對不對 就是讓同學知道 你有現場 你有做一些所謂的肢體動作 他就會比較清楚 所以這個是我們比較常見的幾種方式 比較常見的幾種方式 那另外呢在這邊 這個就是如果說學校 你看這個喔 拍片的 這裡 點一下應該會跳出來 沒有跳出來 我看一下 唉唷 好這個呢就是我們在那個什麼 一樣用綠幕的 好用綠幕的 可能同學拍的一個那個情形 可是因為你們聽不到聲音啦 這個是最近常常聽到的 好想你 好想你 那你現在看到的是這樣子 那麼合成之後呢就是像這樣 我連錯了嗎 我連錯了嗎 連錯了 糟糕糟糕連錯了 那沒關係 好就是先給老師知道一個這樣的概念 知道一個這樣的概念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您了解這個幾個基本的這個資料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 比較常見的這種 所謂的錄影的軟體 我們今天主要都是用免費的 那您可以看到 像這個Condaysia Studio啊 也蠻多人用的 蠻多學校用 那另外一個比較有名是Adobe的Captive 那這一套呢就比較像 就是它是我們那個影像式的 影像式的搭配那個全動式的 兩個可以一起的 只是這兩個都相對比較過一點 那在國內試占率比較高的是這一個 就是EverCamp 以前叫PowerCamp 以前叫PowerCamp 可是這個的話 你最好是能夠搭配他們公司的數位學平台 這樣效果會是最好 如果您只是單純的拿來做所謂的剪接跟錄影 雖然也好用 可是就是它有很多好用功能 你可能就沒有用到 就比較可惜 就你只是當作是一般的 那麼免費的來講的話 我們今天主要會用到一個叫ActivePlanter 那最近呢它也有大陸的這個網友把它做的簡體跟中文 就是正體的這個所謂的中文版 那所以我現在放在各位桌面上的就是這個版本 其實它之前的版本也有 可是後來大概台灣沒有人特別買 所以就沒有版體中文了 這是後來現在5.5 後來又有 那第8VideoCapture呢 這個原則上也是就是我們非商業是使用免費 那這套軟體是以錄影為主 它就沒有所謂的剪接軟體 剪接的功能 那相對來說錄影來講 它的費用就比較便宜 好像是29.9塊美金吧 所以還好 那另外下面這幾個可能我們就比較少 那麼我們可以順便看一下 ActivePlanter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 如果你使用的都是剪接的功能的話 就是影片剪接功能 是完全就是沒有任何限制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做數位教材的部分 比如說一些互動的數位教材 它就會有 就是如果你沒有付費它就是會多一個logo這樣子而已 但是還是可以用 還是可以用 那麼如果你是我們這錄影的 錄影的它主要呢 就是幾個這個特點 幾個功能不能用 那麼看起來呢 好像只能錄AVI對不對 那有些老師也許會比較喜歡MP4有沒有 那其實呢 這個影片的格式倒還好 重點是在什麼 重點是在這個編碼的方式 因為它用AVI也可以用這個編碼 所以 我們這樣 比如說我等一下這段停下來 我這段大概講差不多十分鐘左右 四幾分鐘 您可以看一下大概多大 通常來講應該是 因為我們這個螢幕比較大一點 所以檔案會稍微大一些 但是 應該都在什麼 大概五六十Mb以內 五六十Mb以內 那 現在呢最新版本是到3.01 3.01 它在超過試用版的時間之後 在下方 會下方會有一個就是小小 就是不算太大的一個浮水印這樣子 好 那我也有提供就是三 二點幾版的 二點X版的 也就是說 這個版本的時候呢 如果你沒有就是 主要的註冊 那還是一樣都是完全乾淨的畫面 如果老師很在意的話 就是 你也可以用二點幾的 也可以用二點幾的 所以 我們稍微利用這個 一點時間 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的一個整個狀況 那麼 如果說您要 需要這個軟體的話 您從我們右手邊 在這裡 在我們群組 這個裡面的右手邊 您可以找到 我們的這裡軟體 你按一下這裡可以打開 有沒有 這個三角形 這裡可以打開 打開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在這裡面 上面這個就是 二點幾的這個版本 二點X的版本 那下面這個呢 就是比較新版本的 那我們的軟體都在這邊 所以您可以透過這邊 直接下載 如果今天沒有帶隨身碟的 一樣回去上網 進到這個群組就好 OK 那我把畫面先 等一下 我先停一下 給您看一下那個 影片的大小